大家好,我是楚燕 宋代服饰讲究清雅俊秀之美 今天的很多的这种纸上潮流 一千多年前的宋人已经开始在玩了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 比宋朝人更懂得生活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宋画当中所体验到的 这些中国服饰之美 宋代其实是以瘦为美了 这也是宋代女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种女性的身体的审美的一个变化 所以在宋代也出现了一种非常简约的 就扩形非常简单 直领对筋 然后两侧开叉的一个我们称之为被子的 这样的一个服装造型 它搭配抹胸 以及很窄的这种长裙 展现出宋代女子的那种 欣赏轻力的这样的一种体态特征 所以在宋代呢 这样的一个非常简约优雅的这种服装形式 其实广为流传 那么常常也是仅次于这个大礼服的一个 长服或者是长礼服在穿着使用 我们从宋画摇台布月图当中呢 可以看到几位宋代的女子 站在摇台上 旁边有朦胧的月光 大概要举行一个拜月的仪式 三位贵族女性呢 头上还戴着脚冠 身穿这种窄袖 对筋的这样的被子 整体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清秀雅致的女性形象 旁边看到的这些侍女 她们也是穿的这种被子 但是整个长短呢会更短一些 同时腰上还复制一块金箔 扎在腰间 这也是侍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形象 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非常简约优雅的这种被子的造型之外呢 其实如裙装 这种传承于前朝唐代的这种服装饰样 其实在宋代女性生活当中 也是非常主要的一种装束 我们可以在韩戏载艺艺图当中 看到女性非常众多 大概有二十多位 大部分的这个歌舞技 穿的就是这个如裙装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窄袖上如 加长裙 然后批批薄 当然它这个窄袖上如的穿法 那么它有的是胶领 有的是直领 然后里面可以看到抹胸 整体非常的轻瘦 鲜利 窄袖的上如 加褶裙 加批薄 这种三件套的穿法 其实在唐代的时候 就已经是很重要的穿搭方式了 但是到了五代和宋以后呢 整个造型上其实是有一些变化了 裙腰的位置在下降 那么同时 它的这个批薄其实也会加长 我们看这个批薄又窄又长 也是起到了一个花龙点睛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显得非常的飘逸 那么还有一类女性服饰 也是非常有特色 就是圆领的一个豪服 在这个画里面 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王巫山 其中有几个动作是他在跳舞 他的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背影 那么这个王巫山穿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圆领袍服 那么中间腰部腹部会有一个 叫抱腰或者说抱肚的 这么一个腰部装饰 那么用隔带把它系起来 那么同时这样的这种圆领袍 那是两边开叉 那么里面可以看到 女子穿的是长裤 大型的这种登工裤 也是非常的洒脱干练 这也是非常标准的侍女形象 但实际上在唐代 那么尤其是出唐的时候 到圣堂 其实很多即使是贵族女性 她也会穿这种圆领的这种袍服 其实它是一种从男装演变过来的 但是与唐代的那种 喜欢用红配绿的 非常重彩的华贵富丽之美 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 宋代的女子日常的服装的色彩呢 和前朝相比呢 整体上衣的颜色都是非常的清淡 那么通常也会采用尖色 所谓尖色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有点灰色调 明度偏高 饱和度降下来的这样色彩系列 比如说天青 梅子青 月白 就是听它的名字 就已经感受到那种色彩的美感 也是宋代非常重要的一个 色彩美学的倾向 我常常觉得这个宋人啊 尤其是南宋 大概是因为身处江南啊 就是经常在一个烟雨迷蒙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里 所以大家对这种美的感受 是那么朦胧 就如梦如幻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其实是在大唐里面那种非常浓烈的 然后碰撞的 然后这种华丽的这种美感 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说唐朝是一种非常雍容华贵的美 那么宋代其实是清丽而芡润之美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 比宋朝人更懂得生活 那么我们从这些宋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宋人生活的这种富裕 舒适 以及他们的生活情调 我们看到很多宋画里面 无论是一个货郎 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童啊 都看到各种 关于脏花的这样的一个习俗 大家非常喜欢带花 非常有情趣 非常可爱 也非常愿意跟这种自然去链接 所以脏花已经成为了 大宋时尚界的一个宠儿 从脏花可能简单地插一朵花 在帽子上或别在耳边 那么到专门要做一个花冠 甚至要做一个一年景 这种集合了全年的 所有的花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花冠 表达了对这种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同时宋代女性最重要的 她要的是一种雅致之美 我们在宋仁宗皇后的那幅画像里面 可以看到头戴一年景花冠的这两个小宫女 她不仅仅是这个花冠 非常有特色 她们两个的面部的妆容 恰好又集合了宋代女性最有特色的 两种不同的妆容 一种叫三白妆 还有一种叫珍珠花垫 什么是三白呢 其实就是跟今天的现代女性的平时妆容 在额头 在鼻子 在下巴 用更白的一些白粉 把它提亮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宋代女子也是在打粉底的时候 就是在这几个地方 额外地去突出她的这种白色 起到一个提亮的效果 那么包括我们看到 在两颊 面艳 以及这个眉心 其实它都用珍珠作为花垫来进行装饰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替代了 唐代的各种贴花垫 珍珠花垫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浓重的 非常讲究的一种妆容 通常都是贵族女性 在一些重要的礼仪场合 才会这样去装点自己 而珍珠的这种又非常的细白 温润 是吧 那种柔和的光泽 恰恰符合这个宋代女子 对亚的这种极致追求 所以坦率来说 我觉得最懂得生活 最爱生活 最会生活 大概就是宋人了 所以她就是这种 对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热情 同时她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知能力 才能够创造宋代的这种 非常极致的 雅的这种美学精神 我们如果放眼看中国几千年的 这个服装发展史 其实宋代的服饰 它非常具有自己特殊的 这样的一些美学特征 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启程转合的这样的一个时段 那么它既传承了汉唐以来的 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服装形式 包括工艺特色 美学特色 同时又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个 新时代的非常简约 非常素雅 非常灵动 非常飘逸的这样的一些 服装形式和美学特色 也影响了元 明 清的这样的一种新风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